你今天是不是很不開心 嗯 對啊 今天有很多很不開心的時刻 我雖然知道這樣講話怪怪的 但其實我可能就是 對啊 我不開心是會蠻明顯的 因為當時候講的時候 一定也是覺得挺好玩 而且好像挺有意義的 覺得產兩下好像沒有什麼 但一路產下來 哇 問題就很大了 心裡真的是撐到最後 撐到最後把它弄完了 真的太累了 真的到今天晚上那個腰 真的都挺不直 但是 又能怎麼辦 是有點激烈了 減肥也有快樂的減肥 也有復仇型的減肥 就是帶著恨的減肥 我就是怕你有帶著恨的減肥 是啊 我是帶著恨的減肥 是啊 我是帶著恨的減肥 那我們當初為什麼要來這個節目 不是 我不是恨你 不是 如果你要是帶著恨的減肥 我們可以不來這個節目 但是我知道這是一個方法 逼自己上火了 我已經起火了 他就把下午那個氣還在 對 那下次我們就不要參加這樣的節目了 因為我不想有這個情緒 就至少你對我 我不管你對別人怎麼樣 但我很在乎你對我的情緒 如果你對我覺得 你是抱著這樣的 有點減肥的心態的話 那就不好 我覺得大家恨 不是說我恨了誰 而是我那個動力是來自於說 我一定會做到的這個心情 我只是引用了一個憤怒的力量而已 他其實不是那個意思 其實我覺得當時你跟他說一句話 你說是我的預估有問題 因為我也沒有挖過 我以為沒有那麼困難 但是所以你也能感受到我 一直也挺心疼 其實他就OK了 就是你要告訴他 我也沒有挖過對不對 但是你就是被那句話刺激到了 對 我就被那句話刺激到了 有的時候是話敢話有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現在覺得這件事情 你是有引用了你憤怒的力量 那如果那樣的話 我們就一直談戀愛 因為我 比如我在做每件事情的時候 你迫使我的時候 我都是覺得好像有了愛的力量 然後現在到我 就變成了憤怒的力量 他突然說帶著恨 我就很不開心 對我的那個衝擊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為我不希望我們兩個人之間 變成一個心裡帶著恨的人